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溪 欢迎回到我的中文频道 和小溪一起学习最实用最地道的中文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几部 适合学习中文的电视剧 我觉得啊,无论学习哪一种语言 看电视剧对于提高我们的听力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为了帮助大家提高中文呢 小溪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电视剧 都有助于学习中文的 比如很多中国的古装片 描写中国古代的电视剧有很多 比如最近两年特别火的《沿喜攻略》 还有在我小时候非常流行的《环珠格格》 他们的确很好看 但我其实不是很推荐看这些电视剧学习中文 理由呢,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古装片里的中文 基本上难度都很高 我在小时候看古装片 我作为一个中文母语者 自己也有很多看不懂 第二个就是古装片里的中文 很多词和句子是现代已经不会再用的 第三个就是古装片里的剧情和现实相差的很远 很难让人有代入感 所以我还是比较推荐看现代电视剧学习中文 那今天呢,小溪就整理了几部 我自己挑选的 认为非常适合中文学习者学习的 好,中国电视剧推荐给大家 那第一部要推荐的就是一部比较老的电视剧 叫做加油儿女 这部电视剧有些旧 是2004年拍摄的 但是这部电视剧作为中文听力的练习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首先它是一个情景喜剧 是以家庭为背景的 所以它里面的中文非常贴近我们现实的生活 描写的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故事 所以它用的中文其实都不是特别难的 非常容易听懂 第二点呢,就是故事的背景是在北京 所以剧中的人物他们说的话都是非常标准的普通话 大家要注意 其实很多中国电视剧里面都会存在方言 第三个推荐的理由呢 就是它是一部喜剧 所以剧情是比较轻松愉快的 而且每一集的故事相对比较独立 所以即使是只看中间的一集 也不会受剧情的影响 所以呢,非常推荐大家看这部电视剧学习中文 那第二部要推荐大家的 比较适合学习中文的电视剧 就是欢乐颂 这部电视剧曾经在中国热播 它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了200亿次 它讲述了五个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家庭的女孩 因为偶然住在同一个小区 从陌生人变成好朋友 一起成长,一起进步的故事 那这部电视剧它的故事背景是设定在上海 大家可以通过这部电视剧了解到 中国现代大城市的年轻人是如何生活的 第二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五个主要的女性人物 她们其实代表的就是中国五类典型的女孩子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看这部电视剧 更加了解中国人和中国女性的心理 也可以给想去中国留学 或者是想在中国生活的人提供一些参考 那接下来要推荐的一部电视剧叫做爱情公寓 它也是一部情景喜剧 那这部电视剧和刚才的家有儿女相比 个人认为它的剧情会更加的有意思 但是它的中文可能会难度更高一些 它有点像美国著名的电视剧老友记 是讲一群年轻人来到上海生活 在一个公寓里发生的有趣的事情 因为是以描写年轻人为主的一部电视剧 所以可以通过这部电视剧学到很多年轻人的用语 但是可能这部剧里面的一些笑点 是外国朋友很难理解的 就像我们外国人在看老友记的时候 其实也是很难理解里面的一些笑点 爱情公寓从2009年第一季开播以来 到现在已经出到第五季了 刚开播的时候里面的演员 在中国都还是没有名气的小演员 到现在里面的主演都已经是 中国非常非常有人气的演员了 而且从这部电视剧里也诞生了很多流行语 所以作为学习中文的材料 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接下来要推荐的一部电视剧 也是在中国很有人气的一部都市情感剧 叫做都挺好 都挺好是由一部小说改编的 讲述的是五口之家 因为母亲的去世 而产生的父亲和三个子女之间的家庭矛盾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部电视剧 因为它的剧情反映了中国很多社会问题 比如重男轻女等等 这部电视剧是最近几年拍摄的 所以它的画面还有背景都非常的美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里面的演员演技真的非常的棒 让人看了真的很过瘾 当然作为学习中文的听力材料 我认为里面的中文也都不是特别的难 基本上都是很贴近现实和非常简单的中文 里面的家庭日常对话可能占到整部剧的80%以上 所以不会有很难的专业用语 好那最后要推荐的一部是最新的都市爱情剧 爱很美味 这部电视剧的主演在中国虽然都不是超级有名的演员 但是一经播出就收到了很高的评价 成为2021年最火的一部电视剧 这部剧讲述了三位在大城市打拼的女性好友 经过家庭职场生活的变化后不断成长的故事 推荐这部剧的理由主要是因为它非常的新 是2021年的电视剧 而且它把疫情也融入到编剧当中 让人感觉非常的真实 第二个理由就是三位女主角 她们的职业也非常的有时代代表性 一个是主播 一个是美食博主 一个是女强人的形象 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这部电视剧了解到中国最新的一些信息 第三就是这部电视剧的演员演技都非常的棒 而且它的剧情也是非常的好笑和轻松 所以如果想要了解中国最近的年轻人 她们的说话方式以及她们的生活方式 这部电视剧是最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那好了以上就是小夕要介绍的几部适合学习中文的电视剧 如果还有其他大家认为对你们学习中文很有帮助的电视剧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和更多的朋友分享 好了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或者是觉得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记得帮我点一个赞还有分享给更多朋友 最后别忘了关注小夕的频道 我的频道会经常分享一些对大家学中文有帮助的内容 那今天就到这里啦 拜拜